有没有觉得对不起球迷柯明豪 走下紧背车 他是曾拿下MVP头衔的球员柯神柯明豪 卷助直篮迁赌案 案发后收押至今 2号被宜审逝林地方法院遭裁定序押 赢得比赛的喜悦 原来背后藏有迁赌怡云 曾是同队队友前球员吴季颖也深陷这起风波 去年4月底的这场比赛在结束前2.2秒 越龙队以74比71领先3分 但是因为赌盘开出要让3.5分 吴季颖他最后投进3分球赢球 也就是这一颗球让他赢得了38万 检方认定这些球员在7场赛事涉嫌放水 包含卫一教练指示战术离谱投篮 故意传球失误 刻意罚球不进 故意运球出界 还有出手时机不合常理等方式 控制比分达到地下赌盘 开出让分等分数多挂来赢取赌资 甚至早在其年底的热身赛就开始迁赌打假球 被起诉的15人中 前球员就占了10人 包含吴季颖 贺明豪 邱中博以及外籍球员班霸等人 另外汪嘉宏被起诉却因为传唤不到 外传已经逃到中国遭到检方通弃 而被认定为案件组头前助理教练邱继伟 检方查出他短短半年时间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 体育署发声明指出已经建立跨部会防堵机制合作平台 定期召开防堵机制会议 另外也全力支持检检加强查气侦办 防止运动赛事不法事件再发生 民事新闻黄鹏林 陈恢宏台北报道